他把一绳女人的脖子断了 但他没有死 反而猙獰着爬起 扑向同伴 狭叔看过无数吓人的电影 但今天这部《瑜伽寻愿2》 绝对是其中最养眼的 不信你看 波涛汹涌的海边 这四个妹子正摇摇晃晃 练着一种奇怪的瑜伽 据说修炼到最高境界 女人就能像蛇一般柔软 瑜伽馆的金老师 年近50却依然美艳性感 他向学员保证 只要付一亿学费 就能永保青春 这一天乘客 金老师正在教新的姿势 这么高难度的动作 各位千万别试 你看小美拼命熬出造型 下一秒就发出杀猪般的叫声 小美病倒的当天夜里 其余三人也做起了噩梦 为了塑形类瑜伽的女拳格斗石阿丽 莫得自己走进了更衣室 教练崔明贵就闯了进来 二十八线一人秀猪 总觉得有人在暗中偷窥他的身子 最惨的还是这位模特小姐姐 拍了上千条广告的她 前不久刚接了代言 却被甲方爸爸嫌弃 九五后太老 说她是千条姐 千条姐赶紧去咨询整容 结果医生说她动刀子动得太多了 再拉瓶 人就要废了 结果第二天 00后妹子替代了她的工作 她崩溃了 怎么办 千条姐突然想起 在健身房遇到的高中同学英子 两人一比较 千条姐如同原生相机 英子仿佛开了十级磨皮滤镜 当时英子拿出一张名片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马家屯瑜伽学院 只要买VIP私教课 就能回到少女时代 心动不如行动 千条姐套光所有积蓄报名 才了解到 金老师的课程十分诡异 一天三餐只能吃草 手机也要没收 不许她们刷小侠的视频 每次上课前 她们都要喝一种特调饮料 那味道比芋泥泥泥奶茶还要难喝 千条姐喝完后 出现了副作用 她总是梦到一个红衣女子 附身在天花板上 狠狠地掐着她的脖子 这女人到底是谁 报名于家私教课的第二天 千条姐就觉得奇门极了 没到深夜 镜子里就悄然多出一只手 门外传来嘻嘻嗦嗦地响动 千条姐作死地推门查看 竟看到了一条蛇 拿着朱利亚伟听闻此事 淡定地吞下了整颗鸵鸟蛋 一口咬定 使千条姐看花了眼 然而随着课程继续 怪事越来越多 小美原本身体最僵硬 简单的动作都做不好 金老师给她单独调制养生饮料 又让她凌晨一点再来训练馆 起了小美练着练着 先是一条黄金大芒爬到身上 接着助理阿伟也走了进来 隔天一早 小美功力突飞猛进 变成了瑜伽达人 诚然羡慕又妒忌 可小美睁眼说瞎话 表示她快要突破天人合一的境界 也正是这一晚 千条姐又撞邪了 她分明瞥见 有个红衣女人飘在半空 可突然出现打尾 却依然说没看见 千条姐选择泡澡放松 头发还没打湿 就被高能袭击 换谁谁都要崩溃 千条姐向金老师申请退学 没想到金老师 却让她照镜子看看 这一照千条姐惊呆了 黑眼圈法令纹全都消失不见 以后自拍再也不用开美颜了 看到千条姐美得令人发指 秀珠跑去找金老师评理 金老师答应给秀珠安排上小课 可一夜过去 秀珠居然疯了 千条姐跑去安慰秀珠 结果双手刚碰到一起 可怕的幻境就扑面而来 原来金老师和阿伟是一对蛇妖 他们开瑜伽馆招生 为的就是彩音补扬 修炼成仙 首先被选中的小美 身体太过柔弱 早已病入高荒 接着中招的秀珠 精神也濒临崩溃 看到阿伟就浑身颤抖不停 第三个中招的自然是千条姐 在梦境里她想起来 当年她偷拿别人的手链 反而栽赃给了同学英子 多年获偶遇 英子给她介绍了这间瑜伽馆 没想到英子随后 离奇死于溺水 那帅手链就是证据 所以现在趴在床头的英子 一定是死后不满 跑来复仇的 千条姐手起刀落 红衣女子一头栽倒 怪了 阿飘也会流血吗 但怪事原不止这一个 唯一没有中鞋的阿丽 听到小美敲门 好心扶着她在床上躺下 刚一转身 灯光正面 人已经凭空消失 阿丽膀光一扫 小美竟然就站在远处 嘖嘖嘖嘖 拧起了脑袋 另一边的千条姐 早已失去了理智 收窝40米的水果刀 四处游荡 角落里的红衣女子 再度浮现 千条姐上去就捅了上千刀 此时的她 看到金老师 额头裂开第三只眼 又是凶狠一刀 就在这时 警方赶到 电击枪一发命中 千条姐抽搐着昏死了过去 千条姐醒来发现 自己被靠在病床上 以为警察误会了自己 然而刑警老朴 递过监控画面 揭开了今天反转的真相 他以为自己斩妖除魔 实际杀的都是人 阿伟死在了床上 金老师倒闭在了训练馆 决心存者标述交代 他才是金老师的丈夫 他们夫妻开瑜伽馆 为了达到快速瘦身美容的效果 特地在后山种植屋头 再泡茶给学员们喝下 小美喝得最多 毒发后溺水而亡 而千条姐失业后 再加上药物催化 她把新人模特幻想成了同学英子 薪酬就很叠加 营造出了阿飘索命的错觉 但实际上 给她递名片的人 是她另一位同学宝拉 宝拉作为上一届瑜伽馆的学员 学成后 同样变成了石新风 杀光了自己的亲人 听完这些解释 千条姐怎么可能相信 他分明还能看见红衣女子 在床头上飘着 等到护士听到响动 已经太迟了 千条姐一把夺过剪刀 硬生生 捅死了自己 可这真的就是结局了吗 别忘了 还有女权运动员阿丽 刺客的大政提着刀 刺想了曾经侮辱过她的人渣教练 当血污沾满阿丽的时候 她的瞳孔散发出一抹 邪魅的光芒 好了 瑜伽学院二 下述就先说在这儿 通过这四个女人的遭遇 让人不禁思考 追求极致的美丽 到底是女性的一种权利 还是另一种枷锁呢 各位不妨先点赞 再留言 写下你的看法 下期视频更精彩 我们不见不散